大家好,我是健康管理师李小 天气逐渐变热了 老百姓常说,冬吃萝卜,夏吃姜 体虚怕寒的人可以开始多吃点姜了 体寒对女性的健康影响非常大 会导致我们痛经,早衰,气血虚 手脚冰凉,脸上长斑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姜枣茶 适合在天气热的时候早上喝 它能够温中养胃,调和气血 女性朋友可以多喝一些 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姜枣茶的具体做法 我们来看一下姜枣茶的做法 桂圆,剥好的,六颗 红枣,洗干净,六颗 红枣和桂圆呢,对于气血虚弱的女生来说 有非常好的补气,溢血的作用 而且能够安神,有助于睡眠 生姜,去皮,切四片 我们在最后的时刻,还要再加入红糖 好,现在呢,把它大火煮开 小火呢,慢慢的煮十分钟就可以了 好,这个汤现在我们已经煮了十分钟了 现在把红糖放进去 再煮上三分钟就可以了 好,大家看 现在姜枣茶已经煮好了 很有食欲啊,这个颜色 喝一杯呢,就感觉一上午 这个身体都是暖暖的 有朋友问 那把这几种材料在一起泡一泡行不行 泡一泡的话呢,也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您有时间呢,还是要煮一下会更好 泡的时候呢,就可能没有煮的效果这么好 以上呢,是姜枣茶的具体做法 体寒,怕冷的人可以每天早上 最好是空腹喝一杯 它不仅能够促进洋气的生发 姜还有开胃的作用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我是健康管理师李小 如果您还有其他问题 可以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 谢谢大家